好,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EP EP它跟紫黄罐完全就是两个调性 两个分格 紫黄罐它可以给你 每一个树域你都踩下去都可以走 但是EP它比较特殊 它在低速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0到60 你踩下去就跟分田原产机油一样 就感觉是不动 但是只要超过这个60公里 我说的是60公里 那就70、80、90、100、110、120 它踩下去 它就来劲了 它就非常的变态 然后那个声音是稍微有点大的 但是它的性能就发飞出来了 你就会邪恶的笑 像我刚才就踩下去 尤其是现在我跑的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坡 海拔变化比较大的话 Hello大家好 昨天不是把机油给换了吗 然后今天就说一下感受 之前好像是4次还是几次 应该是用的都是脂肪罐 脂肪罐的话 其实如果说是车子比较轻的话 比较适合那种性能车 或者说如果你有那种小跑车 什么之类的 比较偏运动的 但是它有个要求 就是要求你的车子不能太重 如果你的车子太重的话 其实脂肪罐用在那种比较车重 比较不是说车重 就是说如果说经常就拉的比较多的那种车子上面的话 它那个机油其实跑起来是稍微轻轻有点吃力的 尤其是在爬坡的时候 那今天我把这个机油换到EP020去了 也就是还是美孚的那个还是产效的 那这个机油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的 它在高速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保持就是过了这个100公里以后 这个时速呢 它的性能就可以发挥出来了 而且还是在爬坡的情况下 我现在我的车是在爬坡 它还可以保持就是说非常好的那种 那个动态表现 真的非常好 而且呢车子也比较重一点 所以两个机油的这个表现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止黄罐可能比较适合就是车比较轻 然后呢跑一些平路啊那种那样子 那这个EP呢比较适合 如果说你拉了一大堆 像之前的话前一段时间就在止黄罐之前的话 我一直也都是用的那个EP 所以说呢那个在车子重量提升上来的时候呢 我跑高速的话其实很轻松的 像现在跑高速都是爬坡那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其实用这个EP会好很多 就会轻松很多 你会觉得这个扭力上来的很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